这国家的一个举措 我想这个奥委会他也会支持的 老百姓也会支持的 因为这个疫情现在这么严重 这个变异病毒也特别多 所以我觉得防不胜防 我相信不管是国家也好 还是老百姓也好 还是运动员也好 他都会理解的 因为这都是关乎到每一个人 我个人觉得挺对的 因为在国外我们可以共享直播 以直播的方式也能看得到 如果说人员流动较大的话 无论说对于运动员 对于外国友人它也不好 这样的措施我感觉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因为现在好不容易中国的疫情 已经压下来很多很多了 然后国外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这个措施还是可以满接受的